到現在 憲哥 我們看到台灣老牌的 上市的紡織公司 廣峰 其實廣峰後來 他們也做很多轉型 包括我們像做這個 嬰兒用品 那個齊哥也是他們家族的 像包括投資到 寶來奇貨 寶來證券 他們是大股東 可是回去看他們公司 原來他們早期來桃園 不要說養地 因為以前是紡織長 也搞了四五十年 現在要幹嘛 現在要開購物中心 對 事況 其實對桃園人來講 包括廣風 所有的人他引頸期盼的 就是積結的通車 那積結現在預計 在元宵之前可能會通車 所以廣風 他在巴德那塊地 16200坪的土地 投資了30億 廣風的一個大型的購物 在昨天開幕了 昨天開幕 你想想對桃園人來講 這是一個多麼好的一個消息 當然積結哪有 購物中心已經好多個了 我都已經搞不清楚了 一下華泰 明電城 一下又是利保的購物中心 台灣好厲害 台灣是全世界購物中心最多 沒有 桃園是所有 台灣購物中心最多的 而且台灣的外購物超多 我上次就想說 假如這叫外購物是真的的話 台灣是全球的破爛品集散地 因為打殼那麼多外購物 東西可以賣 因為外購物就是人家退貨 或是過期貨 但重點是台灣的外購物 實在多到一種恐怖的地步 代表除了地球之外 還有月亮火星的一些刺激品 不良品都賣台灣來 招累不可能那麼多的 台灣太誇張了 對 不過因為桃園 有這麼多的一個購物的商場 也吸引很多人 尤其台北縣人到桃園去觀賞 有一個張先生住在新莊 他說每到禮拜六 禮拜天 他就呼朋引判 然後到桃園去 今天到這一家 明天到那一家 去那邊有吃有喝有看 通通有 廣風裡面也有電影院 也有所有的一些名品 也有一些餐廳 很多好餐廳都進去了 我們來看 就像你講的 從1999年開始 其實桃園那邊 這些所謂的大型的購物商場 就像以後春筍一樣 一個一個開張 第一個就是台帽 那時候台灣兩禮拜 你真的車開不開 每天就開不完 都來大江 豆香就比較冷了 但是兩年前 我們看到前年底 這個華台名品 明品城 開幕的時候 差不多兩個禮拜 整個地方是人家 大家要去 為了吃一碗拉麵 其實真的 提代率不高 所以可能很多人就說 這一次如果說廣風這邊的話 能不能撐兩個禮拜 能不能像他那樣 把他旁邊的房價拉起來 老師 你看憲哥 這個台帽 但後來也是出現財務危機 至少紅了大概三到六個月 大江紅了大概三到六個禮拜 然後華泰明天城大概也差不多 大概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因為後來我有去過 結果發現沒什麼人 到時候好多人山人海 我車子裡面停車場 我跟你講可以甩尾 不會撞到車 我講真的 沒有車 我覺得奇怪 怎麼跟我看的報導不一樣 我去就是沒人 就是沒人 哪裡要排隊 不用排隊 廣風能夠撐三天嗎 應該可以 因為人很親很親 不過現在對巴德人 他關心的不是廣風能不能撐三天 他是撐三個月 他就希望廣風能不能 把當地的房價帶上來 不過說老實話 有一點困難 我們來看一下 當初大家認為華泰明平城 也就所謂的Outlet 應該會把旁邊的一個房價 整個撐住對不對 不但沒有撐住 開幕以後竟然附近的房價 跌了13% 是青浦那邊跌伏算最高的 為什麼會跌那麼高 不是 因為當初把他炒太高了 我這邊就有一個投課 當初就是看到這邊的廣告 而投進去 現在幾乎是血本無歸 這個投課叫做老父子 他本身投課 既然叫投課的話 化老父子的人也掛了 對啊 你想想看 能夠當投課 不是黑心投課 就是賺錢投課 他一定很有經驗 所以他就看到那時候 那邊未來有一個Outlet 有一個華泰明平城要進來 另外他可能是青浦的信義計畫區 下一個信義計畫區 寫得這麼好 當然就投下去了 一下買三戶 而且價格買得不便宜 買到差不多32萬到33萬左右 那個地方本來是一字頭 後來就拉到兩字頭 後來就三字頭 甚至那時候拉到四字頭都有 所以他買得不是最貴 不是 其實房價就是這樣 林志玲只有一個 像你愛上越南林志玲 就變今天下場 海倫青島他就不是林志玲 所以就是信義計畫區只有一個 絕對不會出現 第二個信義計畫區 所以那些什麼什麼什麼 林志玲的都是假貨就對了 對啊 但是當初你那個 越南兩個字給我蓋住 我以為是真的林志玲 所以我就買了 買了以後 是啊 現在開始 剛才蔡政府起來 房屋稅 地價稅 房地合一稅 結果旁邊的一個地價 一直跌...房價跌 現在已經跌到二字頭了 現在開始要交屋了 有一些要交屋 交屋以後你頂多兩年的寬限期 如果你的口袋不夠深的話 你是撐不住的 老鬍子就剛好撐不住了 所以他只好要賣 賣賣賣賣了很久才賣 用什麼價格 用23萬賣 每一瓶虧了10萬塊 這樣三間加起來 一千萬就不掉了 所以他說他切身之痛 以後不要被那些所謂的 林志玲只有一個不要去買 越南林志玲也不要去買 印尼林志玲也不要去買 韓國林志玲 十位這廣風的這個購物中心 有可能把巴德創造一個商機嗎 我告訴你 我外婆家住巴德附近 我們在那邊滿了解 就是對桃園人來說 量販店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東西 到處都有 你現在去那邊或去那邊 都有量販店 桃園大概六間左右 多一間 多了廣風 也是多了一家量販店而已 你看它裡面還有兩家 最大的平... 那個空間站堆多一個是迪卡龍 一個就是加勒福 這兩間的空間都用得很大 但是你看逛街很舒服 就這樣 它只是一個量販店的 所以巴德一坪14萬的案子 開始殺出去了 我想明年搞不好有12萬 其實巴德投票知道 因為世光也在巴德當兵 在1996、1997 那時候還有什麼 記不記得萬克樓 萬克樓就在巴德 還有中心紡織有一個購物中心 那裡面基本上可以有塞卡丁車 那個購物中心很大 也倒掉了 所以事實上 巴德不是沒有購物中心過 你如果購物中心聽起來 是比較漂亮 好聽對不對 其實就是量販店 就是量販店而已 你想那麼多 你說量販 購物中心 對 加勒福外面有一圈Outlet的 那也是賣那種 累過技商品的東西 就是量販店 一個量販店對於區域 是沒有任何房價幫助的 尤其是它不是第一個 它不是第二個 它已經第三 第四個 所以未來 你只要期待廣風新天地 我們當然住這家商場能夠成功 可是是不是能夠帶動 周邊的房地產行情 觀眾朋友你要注意到 當年台帽紅完之後 它事實上 它是一個房地產區域的指標 因為一定要它死掉之後 那房地產才會再走一波 大疆也是幾乎死掉 再走一波 那華盛年成城 現在還活著 還沒死掉 所以領口我們的低點 按照過去的慣性 要死掉才能重生 死掉才能重生 還沒死 遲早會死 還剛剛活下來 離死還更久 所以觀眾朋友 從過去台灣購物中心 跟房地產價格關係 其實假如你對台灣購物中心 跟房價有20名以上經驗 都知道 先死再說 死完之後 一定能夠成為慾火鳳凰 可是假如太早進場的話 你不會成為鳳凰 你只會慾火 所以基本上差很大 拍攝火鳳凰